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14年7月 受中国外交部选派到法国西班牙演出 历时50天 2015年1月 参加动族大哥音乐诗剧《行歌作乐》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 现在蒋真正正在写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 论文的标题叫做《论动族牛腿琴的特点及其民族学特征》 传统的牛腿琴 琴体用一整段木料制成 民间多维自制自用 不仅使用的材料有别 琴的规格尺寸也大小不同 尚无统一标准 一般全长50至85厘米 多使用当地所产的山木 松木 春木或杂木制作 牛腿琴主要流行于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制州 荣江 丛江 黎平一带 还有前 贵 乡 三省 区 接壤的广大洞族地区 牛腿琴奉为高音牛腿琴 中音牛腿琴和低音牛腿琴 高音牛腿琴一般流行在贵州 荣江县 车江一带 中音琴主要流行于丛江 黎平两县 常和洞族琵琶配合 一起做伴奏 牛腿琴是洞族唯一的公拉弦明乐器 虽然历史悠久 但其初始年代并未见有详细记载 我在国外演出的时候 西方的很多的音乐家 很多的音乐家 哎呀 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得了 最早最早的小提琴 也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很多的端家可能就在认定我们的小提琴 是会不会是说牛腿琴演变过来了 如果说是牛腿琴传到了国外 现在国外就把它变成小提琴的话 那个牛腿琴的历史就更加丰富了 那么小提琴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小提琴就不是西方乐器 而是中国的音乐 既然论文写的是牛腿琴 那么蒋真正的父亲 著名的牛腿琴演奏家蒋布鲜 就是他最好的导师 现任前东南州歌舞团艺术总监的 牛腿琴演奏家蒋布鲜 自幼跟外祖父学习牛腿琴 由于天资聪慧 八岁就能登台表演 在洞乡有小神童的称号 后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 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在校期间就曾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大型比赛 他开创了牛腿琴独奏的先河 并且还独创了用牛腿琴演奏其他的音乐 让原本只为动足音乐伴奏的牛腿琴 走向国际化 因为牛腿琴的这个乐器历史非常悠久 音色是非常古朴非常优美的 后来我演奏牛腿琴 通过做了一些改良以后 他就可以换把下去换把下去 可以拉到两个多八度到三个八度这样的音域 音域一拖宽了以后 很多的乐曲就可能演奏了 讲不仙不仅是动足牛腿琴演奏家 他也是词曲作者 发表的歌曲论文戏剧作品等不下百见 他还是动足大哥剧 猪狼娘美的编剧及作曲 2015年1月 根据猪狼娘美改编创作的 动足大哥音乐诗剧 行歌作乐 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大获成功 讲不仙是这部剧的编剧 也是主要的牛腿琴演奏者 讲不仙手上拿的这把 看起来有些破旧的牛腿琴 可以说是他音乐路上最忠实的伙伴了 这把琴伴随了蒋不仙几十年的演艺生涯 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什么样的演出 蒋不仙都会用他来演奏 而这把牛腿琴 也算是他们家的传家宝了 其制作年代出自何人之手 根本无从得知 这把琴是古老的 最造的 最老的一家琴 反正是老人家传下来的 这个是当时这个琴的时候 就主要是琴神了 琴神 工资也没得 后来我另外造了 陪大工资 然后当时黄霸不方便了 盖给的都用了这个 夹了这个 夹了这个塔 他就会还下面的 下面的八位来 现在在网站看了些蛮多 这种没请没请的照片 但是是不是都是自己放 都是放到这个琴的做的 现在我这个琴的 基本上是国家作为我们的 我也只有拿来使用 就不能拿来买卖 所以就买卖了 买卖出片 买卖出片 那以后我可以用吗 用会传承会 传承是用会 传承会 会传承 但是不能 就是不能拿来当商品 会当传家报 但是不能拿到这边买卖了 是前东南这片土地造就了洞族艺术家蒋布仙 除了音乐作品以外 蒋布仙还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编剧 由他创作和指导的歌曲 戏曲论文小品等多次荣获省内外大奖 长期以来他走遍了前东南的山山水水 村村寨寨 收集整理了无数的民族民间音乐 以及民俗文化 2009年他参演了反映汶川地震的励志电影 老爸站起来并担任男一号 2012年中国首部动族大哥音乐电影 寻找牛腿琴上映 蒋布仙是电影的编剧作曲和男主角 这部电影还入选了第62届 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 并荣获最具文化遗产表现奖 动族大哥 动族美食 动族建筑等动族文化习俗 在电影里一览无余 蒋布仙在剧里还有精彩的牛腿琴演奏 电影《寻找牛腿琴》也是蒋镇着首次参与影视剧的编制 在写这个《寻找牛腿琴》这个剧本的过程中 我也学习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就比如说是 比如说牛腿琴的来历和传说 还有就是 在这部电影里面 它有大量的回放一段牛腿琴的旋律 然后在编写的过程中 我也在重复地听这段旋律 听了很多次之后 就发现 其实牛腿琴的音色 它也是非常美的 在前东南有这样一句话 会说话的就会唱歌 会走路的就会跳舞 在城里长大的蒋镇镇接触的大多是流行音乐 开始的时候 对动族音乐和牛腿琴的兴趣也没有那么浓厚 因为小时候 我爸经常就留下很多牛腿琴的碟子啊什么的 然后我听的话就觉得很枯燥 它是单旋律的嘛 很枯燥 那个时候更喜欢流行音乐会多一点 我们这一代有责任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 这些美好的音乐 这些非常好的乐器要一代代传下去 否则没传下去就实传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如果再不做表赛 就从自己身边的人 从自己女儿来抓起 为了让蒋镇镇更真切的了解和感受到 洞族的音乐和文化习俗 蒋布仙带着女儿回到了她的故乡 荣江县的车江三宝洞寨 下期的节目里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 牛腿琴的下集 好 观众朋友 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有一副好嗓音 如果你能演奏一首好乐曲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音乐电视作品 那么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9-8529-9161 好 感谢收看本期音乐前动男 咱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